歡迎來到我們的中國財經簡報節目 今天 我們將帶來幾則引人注目的新聞 首先 北京Momenta科技公司 一家由通用汽車等企業支持的自動駕駛公司 已在美國秘密提交了首次公開募股IPO申請 計劃募集2億至3億美元資金 這標誌著中國自動駕駛技術 走向國際市場的重要一步 接下來 中國央行的一項調查顯示 中國家庭仍然面臨著就業市場疲軟 和消費開支低迷的問題 這對一代國內消費驅動經濟增長來說是一大挑戰 最後 香港股市在達到8個月高點後持平 這反映出投資者對於北京將提供更多政策支持的預期 請大家繼續收看詳細內容 在近期的金融和經濟新聞中 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報道揭示了中國及其領域內的動態變化 從北京一家備受矚目的自動駕駛公司的上市計劃 到中國國內就業市場和消費需求的最新情況 再到香港股市的最新動態 這些報道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面而深入的視角 根據彭博社的報導 北京時刻動力科技有限公司Momenta 一家由通用汽車支持的自動駕駛公司 已經秘密提交了在美國進行首次公開募股 IPO的文件 這家成立於2016年的公司 正在與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高盛以及瑞銀集團合作進行上市 預計募集資金在2億到3億美元之間 此前有消息稱Momenta去年早些時候 考慮過在美國或香港上市 但計劃被推遲 其背後的支持者包括通用汽車 但馬西控股以及IDG資本 顯示出這家公司背後強大的資本支持和市場期待 另一方面 南華早報報導了 中國人民銀行的一項調查 顯示中國家庭仍然在掙扎於疲弱的就業市場 消費支出保持低迷 因為人們更傾向於儲蓄而非消費 這項調查訪問了50個城市的20 零名居民 結果顯示有46.5%的受訪者 將就業形式描述為不穩定和不確定 只有10.5%的人認為找工作容易 近70%的人表示他們的收入保持不便 這項調查 凸顯了政策制定者面臨的挑戰 他們一直依靠國內消費來推動經濟增長 但現實情況似乎並不樂觀 在香港股市方面 南華早報同樣提供了最新的動態 在達到8個月最高點後 香港股市在中國大陸交易者 結束5天假期休息後 保持平穩 橫生指數在一個狹窄的範圍內交易 幾乎沒有變化 維持在9月5日以來的最高水平 市場的積極情緒受到了 對北京更多政策支持的期待 以及投資銀行的正面評價的推動 儘管短期內 香港和中國股市的漲勢有望繼續 但持續的動力需要政策的進一步落實 其它主要的亞洲市場表現不一 這些報導揭示了中國及其相關市場 在經濟、就業和股市方面的最新動態 從北京石科動力科技的IPO計劃、IPO計劃 到中國家庭面臨的就業和消費挑戰 再到香港股市的最新表現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和金融市場 正處於一個複雜多變的時期 這些變化不僅對中國國內有重要影響 也對全球經濟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隨著這些情況的進一步發展 市場參與者和觀察者將需要密切關注這些變化 以便更好的理解和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挑戰和機遇 在最近的一系列報導中 我們看到了中國電動汽車、IPO行業 和股市的一些令人振奮的動態 從德國芯片製造商英菲林 英芬南與小米汽車的合作 到中國汽車製造商 五位美國和歐洲的出口限制 再到全球投資銀行對中國股市的樂觀態度 這一切都預示著中國在全球市場的影響力 正在穩固上升 據《日金亞洲》報導 德國芯片製造商英菲林 以同一項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 小米提供動力半導體直至2027年 英菲林將為小米的電動汽車 提供硅碳CC芯片和模塊 以及微控制器芯片 這一合作將幫助英菲林鞏固 其在全球汽車半導體市場領導者的地位 小米旨在以其高端SU SEGA NAC售價為29900元人民幣 約和415美元撼動電動汽車市場 與此同時 《南華早報》的報導指出 儘管美國和歐盟對中國製造的汽車 實施出口限制 但中國汽車製造商仍然將今年的海外車輛推向新高 這得益於在東南亞和中東的強勁銷售 主要的汽車組裝商 如比亞迪BYD和奇瑞汽車 正尋求在中國大陸以外地區本地化生產設施 以追求其全球雄心 預計到2024年中國將向海外市場出口600萬輛車輛 另一方面對中國股市的態度也變得越來越積極 《南華早報》的另一篇報導指出 在4月份外國投資者連續第三個月成為中國股票的淨買家 這是一年來外國買入的最長連續時間 全球新興市場基金已經回撤了對中國股票的減持態度 並轉為中信 投資銀行如高盛、瑞銀和法國巴黎銀行 都對中國的股票變得更加看好 這些報導共同描繪了一個景象 中國在全球汽車和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正處於上升期 無論是通過技術合作 如鷹飛鈴與小米的合作 還是通過戰略佈局 如中國汽車製造商的海外擴張 或是通過吸引國際資本市場的關注 中國都在為其在全球市場的主導地位奠定基礎 這些動態不僅展示了中國企業的雄心和實力 也反映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市場潛力的認可和信心 隨著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日益重要 其產業和股市的發展勢必會受到更多國際關注 春暖花胎 香港股市 終於在經歷了漫長的低迷氣候 展現出復甦的跡象 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 自1月以來 恆生指數已經上漲了近四分之一 經濟指標也呈現出鼓舞人心的趨勢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最近一次會議 顯示了持續的寬鬆政策 而北京的政治局會議也表明 將進一步提供刺激和監管支持給離岸市場 股票互聯互通計劃的擴展預計 將吸引更多內地資本流入香港股市 並縮小估值差距 外國投資者也預計將重返市場 這一切為香港股市帶來了春天的氣息 與此同時 日經亞洲的分析揭示了 中國央行持有的一個有趣立場 這一立場受到了習近平思想的指導 儘管過去四個季度民意GPT增長 比於實際GPT增長 且通脹率一年多來低於1% 但中國人民銀行對於貨幣政策 一直採取謹慎的鷹派態度 只是逐步和不情願地削減短期政策利率 這種政策態度可以通過習近平思想來解釋 該思想倡導漸進主義 強調嚴重技術曲線向上移動 避免通脹和通縮 並希望保持強勢貨幣 因此可以預見 中國人民銀行的政策 將會是適度和有針對性的 這兩篇報導共同描繪了一個 正在逐步復甦和調整的中國經濟景象一方面 香港股市的復甦預示著投資者 對於中國經濟前景的信心正在恢復 特別是在政策、支持和資本流動方面的 積極信號 另一方面 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立場 反映了一種更為謹慎和長遠的經濟管理策略 這種策略不僅關注當前的經濟增長 也鑄演於防範未來的風險 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 總的來說 這些動態顯示了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角色 和對於經濟政策的深思熟慮 隨著香港股市的春迴大地和中國央行 對經濟微尿的操盤 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值得國際市場 關注和期待 謝謝您的收看 上面播報的內容是六度團隊推薦的全球 專業媒體智庫政府機構和行業專家的 最新報導分析簡報 更詳細的內容請大家去這些媒體智庫的網站閱讀 這些內容並不一定反映六度簡報的立場 亦不能作為任何決策的建議 六度團隊由專業媒體人、學者、科學家 組成的獨立新型媒體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要求 訂閱各種簡報 網址是6.brief 都可以通過電郵收到6度簡報